欢迎收看本期的主角我是你们的小师傅 那最近呢有粉丝给简直播留言 他想了解一下荣威第七这款车 没问题 谁让小师傅这么宠爱你们呢 赶紧的找当地交上约车 嘿 你猜怎么着 还真有实车了 目前荣威第七还没有正式上市 视频中具体配置以及价格尚未知晓 我们只是看一下实车 看看空间看看车机是否流畅等 荣威第七呢有两套动力总成 EV呢为纯电还有一款是插电混合动力的 是DMH 两款车呢均来自荣威的全新新能源序列D家族 EV是首款车型 DMH是第二款 EV车身长度呢为4890毫米 轴距是达到了2米81 动力上荣威第七EV 匹配了两款全新魔方电池可选 CRTC纯电续航分别是510公里和610公里 并搭载VGA6合1电区 最大功率155千瓦 等有试驾车呢我们再具体体验一下 外观方面上呢 D7EV是采用了封闭式车头设计 大灯呢为分体式布局 上方纤细的是日行灯 车身侧面看去融为D7EV是采用了弓形车身设计 曲线流畅 极大降低了风阻气数 那造型上呢与奔驰EQE还有EQS非常的像 车尾是采用了短尾设计 尾向上呢还设计有性感的小压尾 看到尾灯的湿宽灯的轮廓了吗 官方表示啊其提炼了电的设计元素 你们看出来了吗 反正厌不下辨识度是不错的 轮毂尺寸啊是达到18英寸 采用了双五幅设计 视觉上是显得轮毂是比较大的 同时表面是采用了抛光处理 进一步的提升了品质感 真的是非常的安静 荣威D7EV这款车呢它带有协同静心技术 车内密闭性非常大 而且你要开起来的话它有主动降噪 等有试驾车之后我们再体验天 但说实话这种静止状态下 整个车的密闭性做的相当出色了 我们先进到车内呢来看一下这款车 它的内饰设计 双联屏都是12.3英寸的 整个内饰呢是以浅色为主 后续日常打理的话得需要精心呵护了 尤其这种浅色的方向盘 这个搭有手就不要摸了 这39点很容易脏 尤其是错方向盘的时候 细节看一下它这个车机 这个车机的图标呢特别像苹果 尤其是这个设置的图标 整体的使用起来呢还是相当的流畅的 而且它这是采用贴片式的 可以自由的添加和删除 还可以调整它的顺序 展厅现在是开着灯的 整体的一个画质呢还可以 通用起来的话也是很流畅的 方向盘的话可以看到39点的位置呢 是它的控制键 两幅式的 那么9点位置 这是它的定速续航的控制区域 然后3点位置呢 是它的多媒体的控制区域 只是注意的是呢 它这并不是触控的 而是通过这个实体按键呢 来进行波动上下波动的 坐到后排这款车啊 它的轴距是2米81 那后排头空间是没有问题的 头部空间呢 由于它的车身过于的流线 所以呢 它的头部空间呢 对于像我这个身高1米82人来说呢 头颖啊 大概也就两指的距离 它是有内涛的设计 那么这款车 它的内饰最大的看点 就是这个零重力座椅 这座椅呢 包括零行的缝线啊 这都有 皮质呢也不错 在两侧是翻毛的设计 前排座椅呢 还有这种270度的环抱 所以对于身体的紧固性呢 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 那么后排呢是有三个头枕 这是它的中央的扶手 有两个背架 坐垫的长度呢 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坐进来 有这种微微的陷入感 所以这款车呢 它的内饰 这个前后排座椅 有点像家里的大沙发 融威第七两款新车 是在今年成都车展中呢 是早和大家见面了 只不过呢 当时时间是比较短 没有细品 此次EV率先到店 从品控上 融威第七EV处理的 还是相当不错的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价格 目前网上吹风的猜测预售价 EV版本 它的区间是15到17万元 DMH插回的 起售价呢 可能是要低于14万元 那这么一看来 主要竞争对手 就已经锁定到了 深蓝SR503 融威第七呢 最快将于今年11月份上市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